大家好 文讲我们来学习一下文件及文件夹的安全之加密 事实上在有些时候我们不想让别人去访问我们的文件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加密 这个加密呢 它主要是当我们这个用户创建了一个加密 那么其他用户是不能访问的 好了 打开计算机 打开C盘 比如说在这里边呢 有一个我的图片文件夹 我不想让其他用户访问 因为有可能我们这台电脑是公共的电脑 那么别人 它通过其他用户 它也可以看到C盘上这个内容 那我们不想让别人看 点右键 点属性 点高级 在这里呢 我们选择加密内容 以便保护数据 暂时确定 暂时确定 然后呢 它会说应用于此文件夹 里面的那些子文件夹文件呢 都应用 暂时确定 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它会变成绿色 绿色 有人说 看到绿色是不是就是绿灯通行啊 对 我们见的就是对我们通行 但是对别人呢 它就不通行了 当然有人说 那如果 别人用我们这个账号 然后登录的话 它能不能访问呢 那肯定能访问的 是不是 那就好像我们的电脑 那我们的用户 那我们创建的 我们加密的 那肯定我们能打开 如果我们都打不开 那这个 那这就比较麻烦了 就好像 自己把自己锁到屋里了 那你说自己能出来吗 那当然了 一般情况下 像现在的锁呀 都不这样设 是不是 不可能说把自己给锁屋里了 好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来演示一下 比如说 现在我们去切换用户 刚才我是Admin's Twitter 管理员身份 现在我把它切换到这个111用户 然后我们来进入计算机 打开锡盘 那肯定也是可以看到这个我的图片的 我打开 哎 有人说 你怎么就可以打开呢 那答案可以打开了 但是它不能够更改我们的数据 点右键 点编辑 你会发现它说 那你这个用户对这个文件是没有权限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数据就得以保护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件夹的加密